王思聪说过 现在搞足球的都是二 人人都知道中国足球不行 但你能想到 中国足球顶级联赛16支球队 11支都在欠薪吗 最惨的河北队已经欠薪一年多 球队因为连训练基地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而停训 贵如八贯王广州队 也因为资金短缺 濒临解散 这么说吧 各级联赛眼看就要全面崩盘 建议球员陪着球迷一起喊 这跟外国人踢的世界杯是基本又凉了 万万没想到 连跟自己人踢的中超联赛也快要凉了 虽说在拉胯这方面 中国足球从不拉胯 只要花近30年来 球队欠薪解散的事情也不算新鲜 但像今年这样的全面礼乐崩坏 还是古今未有之大变 曾经号称亚洲第一大联赛 世界第六大联赛的中超 怎么比网红的脸崩得还快 这里是机动科技 意爱足球的X科技实验室 先道个歉 今天说句不好听的 聊个中国足球 著名灭霸王思聪说过 现在搞足球的都是二 那王公子口中这些耳鼻都是谁呢 首先 曾经深耕大联足球多年 现在贵为西甲马的里 禁忌股东的王健林 肯定会被他儿子逗得开怀大笑 而除了老王 玩足球的耳鼻的最大群体 也都是房地产大老 想要说清中超联赛 一地鸡毛的原因 就不得不先提 恒大地产带起了金元足球 12年前 恒大还不是今天家义户晓的恒大 中国足球 也不是今天烂到家的中国足球 而是烂到了老老家 从足协 大领导 到世界杯金哨 再到功勋国脚 由上而下 一个接一个去耗子里开会 那段中国足球的光辉岁月 是真的行 特别有盼头 2009年 恒大花1亿人民币收购了 因为假球降级的广州广耀队 然后把政治 告灵等国家队主力买来 用核武器 在中甲联赛里轰蚊子 顺利冲上中超 之后进一步加大投入 陆续引进 埃尔克森 红卡 宝利尼奥等超级外援 有先后 拜两位世界杯冠军教头 李皮 斯科拉里为帅 于是史无前例地 夺得两次亚冠冠军 和八座中超冠军 那几年 恒大可真是把中超当中甲题 把亚冠当中超题 2015年 恒大牵手阿里巴巴 俱乐部在新三板上市 以33.5亿美元的市值 成为名副其实的 全球市值最高的球队 国际足坛一条街 打听打听 谁是爹 巨大的投入 让恒大集团 每年在俱乐部上的亏损 达到10到20亿人民币 但足球带来的巨大宣传作用 却让恒大一举成为 国内最风光的地产公司 许家印也更是被赞为 卓越且伟大 无论你是不是球迷 都得知道 广州有一位许家印 许老板 球迷戏称 钱不是国家印的 钱都是许家印的 恒大牧师的巨大成功 迅速引来众多效仿者 苏宁 全剑 绿地 富丽 华夏幸福等头号玩家 纷纷入场 房地产企业更是 削尖脑袋 争先恐后 一度出现中超所有球队 都有房地产背景的盛况 金元足球最鼎盛时 中超连色的烧钱操作 有多离谱呢 用几个江湖传闻的数字 来说明一下 如今连电费都交不起的河北队 曾给刚打完世界杯决赛的 梅奇好哥们 拉维奇 开出2500万欧元的年薪 上海上岗用6000万欧元转会费 签下巴西球星奥斯卡 最过分的是 上海生花用3800万欧元年薪 请来了红口流浪者 物上野兽派 迪士尼全球代言人 阿根廷第一思乡者 潘帕斯逆反天使 南美洲不动民亡 寿命寿星 克尔维斯 满打满算拢攻 踢了20场 就进了4个球 更多的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的就不介绍了 反正看惯这些新闻后 有时我会忘记 脚踏同一片热土的自己 一辈子挣得没人家一个礼拜多 要概括金元足球的疯狂 说得最好的 是已经掉尔郎当入狱的 全剑老总 树一辉的一句话 我很怕 我怕球员不喜欢钱 要不是树老板一年早遇 梅西怎么可能转回到巴黎 天津作为清末名处的东方小巴黎 才是梅西的第二股乡 外员们一人得到 国内球员也跟着一起 那啥升天 比如国外专业足球网站 评估身价为47万欧元的张成栋 从北京转回到河北时的转会费 却是1.5亿人民币 果然足球正统在中国 天下第一是高球 外国人 他们懂个屁足球 中超联赛的转播权 更是被炒到5年80亿人民币 咱也不知道这数是怎么拍大腿拍出来的 是真觉得能回本吗 用火差棍支起来的高楼 只需要外界稍微的风吹草动 就会完全土崩瓦解 2020年 疫情成了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经过疫情爆发后 2020赛季中超联赛取消主客场 没了观众入场 也没了门票收入 一大批小投资的球队不仅赔钱 还失去了本地化优势 从去年2月开始 100天内 中国足球4级别职业联赛里 共有22支球队解散 这一瓢冷水直接就给中超淬火了 远去的说是淬断了 小球队是躺在ICU里犹豫要不要把管 房地产撑腰的大球队就不一样了 这会儿正在公墓里排队看房 挑选阴间CBD呢 去年8月 房地产企业三条红线政策出台 旨在让房企从高负债市扩张 回归理性发展 房地产公司前景了 足球成了首先被放弃的项目 此后一众房地产球队开始若隐若现的有了欠星传闻 不过这时大家还要点脸 没把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 中国足协说你们墨迹啥呢 2020年底 中国足协颁布中性民政策 要求所有球队名称不得与股东有关联 同时还颁布史上最延线新令 规定国内球员薪资不超过500万人民币 外援不超过300万欧远 球队改名直接打消了企业投资足球的最后欲望 朝地的薪资让众多世界级外援提同跑路 然后深陷债务危机的苏宁集团就摊牌了 把刚刚夺冠三个月的中超冠军江苏苏宁解散 其他球队一看 这未免冠军都能摆烂 我们还在这装啥蒜头王吧 开白 中超已经从村长变成了三胖子 国足还当头又给了一棒子还是个铁棒 为了冲击卡塔尔世界杯 李铁要求国家队长时间集训 被抽掉走大量国脚的中超被迫多次暂停 12强赛更是暂停4个多月 欠星的丑闻就在这期间接连爆发 如今中超16支球队至少11支存在欠星 多支球队梯队解散 一线队停训 大批球员失业 奥古斯托 吉利尔梅 莫雷诺等王牌外援 高拉特等规划球员 卡纳瓦罗等知名教练纷纷逃离 中超眼看就要分崩离析 混到这一步到底该赖谁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超的倒塌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有人说赖资本 可是没有恒大他们 中超联赛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关注度 可能死了都没人管埋 再说全世界足球联赛都是资本堆起来的 外国球迷恨不得找个有钱的石油爹 人家咋没事呢 有人说都赖足鞋 可无论中信民改革还是现金令 初衷都是为了约束资本的急功近利 让足球发展回归健康 要是就事论事也调不出太大毛病 有人说都赖媒体 可我琢磨着不图那点媒体曝光 人家资本可能更看不上中超联赛 所以说是都在裤衩里之前 没有一个屁是无辜的 中超联赛的垮塌是一出全员恶人的荒诞气 每一个角色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中国人办不好职业体育联赛吗 恐怕未必 至少这几年热火朝天的电竞联赛已经证明 中国当下的消费环境 完全能支撑起一个既有自主造学能力 又能吸引年轻粉丝的体育联赛 不过前提是真正做到了服务粉丝 服务联赛赞助商 服务俱乐部赞助商 在这其中中超做到了几点呢 或者说我们的职业足球联赛 从1994年成立的那一天起 真的有曾想过要赚钱 要服务球迷吗 最后的最后 我还是愿意选择相信 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 会在未来一天一天变好的 创作实在不易 对科技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手指 关注一下吧